漫威的女性角色越来越受到重视 而之前我们也介绍过 漫威即将带来的几部 以女英雄为主的独立电影 由斯嘉丽·斯卡拉特杀威亚主演的 Like the Doe 黑寡妇 邀请了新进编剧《沙沙》从撰写剧本 而最近更有消息指女导演 很可能被选为这部电影的导演 如果消息成真 那可以想到从女性角度出发的效果 应该是更为着重了 据悉黑寡妇将在2020年上映 多少想看得举的手 而另一部女英雄独立电影《惊奇队长》也正式杀青了 惊奇队长号称至上最强英雄 也将是打败灭霸的关键 作为惊奇队长主角的布里·拉尔森 之前被部分网友认为身材粗壮 甚至有点大妈 觉得布里不是和惊奇队长的角色 虽然有质疑的声音 但是日前布里在爱发文 配图了长期版 告诉大家漫威首部女英雄 独立电影《惊奇队长》正式杀青 由于惊奇队长故事设定在90年代 描绘美国空军Carol Dane因意外事件获得超能力的故事 虽然穿上战服很粗壮 但是布里为此确实付出了不少 Why A Keene Films UAL布里为了这个角色 也是坚持锻炼 银体上身等等事小 猜一叠 穿起飞行服 可是很苗条 而且英戏逼人 据悉惊奇队长将于2019年3月8日上映 这部漫威首部女英雄独立电影你期待吗 Why A Breakout粉丝们大概早就期待 各个女英雄独立电影了 这次艺术家Ed Doctor Teller就为这群女英雄们 拿到了一套世界杯系列插画 电影既然还没上映 不妨先看看这波图 以飞红女巫 黑寡妇 黑帽妹妹等的角色 结合了世界杯呈现 各自有独特色彩 并且都有一个无限足球 踢出去不知道会有什么效果 寡姐斯嘉丽一头俐落的短发 十分清爽 搭配黑红套装 非常符合黑寡妇气质 玛丽亚希尔 Nari O'Hill 惊奇队长 球场上的西服Edith 以剪接的黑白运动衫的装饰人 卡摩拉 Domori 绿色的皮肤 搭配成红白球衣 莫名的合适 最近在以人二里 泼泼的黄蜂女 Vivus球衣和翅膀 用了紫金配色 看到这里 可能部分球迷会因此好展参了 而飞红女巫 则使球衣和背景设计 都用到了骚气的粉红 还有近来颇具人气的黑豹妹妹 Suri 暗黑风格 加上神秘的紫色 还给配了黑豹 有点威 要是组成球队 大概要横扫奖杯了 而除了女英雄们 还有个可爱的裁判角色 小哥鲁特A.B.Gran 穿着黑黄套装 吹哨并举着红牌 喜欢的朋友 自行收图了 VIA Architeller文中视频和图片军规原作者 电影和壁纸 你选哪位女英雄 有数捏军规原作者